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是Li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對上波蘭人 那比賽是KOTD5的比賽 好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基本上是全能文明 連步兵都能打 最主要人步兵能打只是因為 他的古拉姆是他的寶兵 是步兵單位 那對抗工兵來說是相當好用 但其實他的裝甲步兵 跟這個疾兵路線並沒有特別強 所以印度斯坦後期還是會多打駱駝跟火槍的部分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本身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他的黃金 有這個大幹道的效果 所以採黃金速度也會蠻快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富蘭人 富蘭人的話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大莊園 只要在魔坊旁邊蓋個莊園 就是這個大莊園 只要在旁邊立即撒農田 就會獲得10%的肉量獲得 欸 是8% 改版了 8% 所以富蘭人後期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如何守住大莊園 基本上只要能守住 富蘭都不會爛到哪裡去 通常都是還會有蠻大的一個優勢在 那我覺得富蘭人也算是半全能文明的 也不是算半全能 應該基本上就是全能了 因為他有強弩 也有拇指環 而且有三弓喔 而且... 呃... 二防只有二防 比較爛一點 但至少拇指環有的話 對弓命來說就已經很有用了 有沒有三防其實並沒有那麼的重要 那我覺得富蘭最大的特色是 他挖石頭的時候會產生黃金這件事情 因為通常你在玩世紀紀國裡面的時候 你不管是挖石頭啊 或是要去做其他事情 這個石頭的挖掘都會讓... 不是蓋房子啊 都會讓你的經濟都變得很差 所以我們說的圍得很大 或是太早挖石頭都會傷經濟 就是這個原因喔 因為你的石頭 是不能換成石物跟木頭的 自然就不能去點這些經濟科技喔 甚至是撒農田啊 或是蓋體系喔 所以挖石頭要怎麼挖 挖的實際點是如何 是相當需要研究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跟你自己的戰術有關係啦 有些人是要打寶兵喔 就要挖石頭 這是沒辦法 那...當然你要為了打寶兵 為了打這個特色兵種 經濟就會自然差了一些喔 好 那... 波蘭還有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喔 他的村民是會回血的 那黑暗時代的話 現在改成是不會回血的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 到了封建時代喔 每分鐘是回10滴一些喔 其實還蠻多的 那以前是黑暗時代 會每分鐘回5滴喔 但現在到了封建時代是10滴 那城堡時代是15滴喔 地方時代是20滴的樣子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有點忘記了 總而言之喔 波蘭也是蠻適合打這個塔攻龍戰術的 錢壓村民四村喔 八劍塔 然後一直跟你去修劍塔 互換這樣子 這個打法是以前蠻熱門的 但最近的比賽已經很少看到 波蘭直接打個錢壓村的打法 因為剛剛有講到嘛 波蘭挖斯斗也產生黃金 所以波蘭其實打裝甲塔 或塔公公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波蘭最強大的地方 還是他的後期的這個大洛馬 配上他的金冠喔 劣克提斯遺產喔 可以讓他的這個 肉馬有這個踐踏效果 這個是要幹嘛 要出去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哇真的欸 直接開稿 剛剛才在說喔 這個波蘭很適合塔公公 他就要出去了 那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場誰會贏喔 那我個人認為印度斯坦現在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駱駝可以 counter 波蘭的全部的馬類喔 像這個重裝騎士啊 或是大洛馬 都可以輕鬆屌虐喔 那波蘭的銀罐跟金罐喔 都是跟馬有關係的 那銀罐是這個貴毒特群喔 可以讓騎士造價的黃金喔 減少了60% 非常多 造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喔 比你出一隻工兵還要便宜 所以波蘭人本身打這個 騎兵路線喔 是非常強大的 好這邊是暗長槍 並不是暗棒 欸 怪怪的喔 但這邊赤頭剩一滴 差一點拿下 這邊赤頭離開的有點快喔 那這邊如果打起來的話 感覺對米格魯印度斯坦這邊會不太妙喔 但是這裡有安棒棒 有安棒棒的話 感覺會不太一樣 這邊棒棒會自己攻擊喔 雖然長槍兵也會 但長槍兵攻擊力就是差了一點喔 三攻 那這邊棒棒喔 是四攻喔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邊 基本上是對波蘭人這邊是烈士的狀況 結果這邊是要前置 可能要打個塔公公 結果被擋下來了 然後直接轉出了裝甲步兵 三隻四隻棒棒 然後直接轉裝甲 米格魯這邊前期的對應還不錯 然後這邊直接蓋個房屋 然後可能是要直接把這個菌印給圍起來 然後直接回家 蓋這個射箭場 這個地機敲不下去 尷尬 裝甲步兵直接走過來 要開扁了嗎 來不及回家 村民直接跑掉 反血 這邊回高地反打 我可以直接砍死對方刺頭狠賺 那這邊裝甲步兵就是一直繞 給他送掉就好了 一直跑一直爽 大家要追 OK那米格魯這邊細節操作的還不錯 波蘭這邊是下了一個射箭場 大概要來出弓兵來解 但金塊還沒有挖 開始挖了 這裡 那我覺得這張圖 對波蘭人來說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這張圖 至少有80分左右 為什麼是80分 原因是因為他的金塊跟果子 都在裡面 都很好為 都只要小文 但比較差一點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墓區只有兩塊 結果這個沒有空好了 然後 撞掉了 好 那還不錯 長江兵開始有三攻 脫掉這個中角步兵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壓力了 這邊想要直接走進來嗎 剛剛這個路線有點像喔 好 那如果這個墓區喔 再稍微貼近一點點 或是在這個後方 或是在這個前方 再過來一點喔 基本上都填土了 他這邊可以直接圍死 然後這邊稍微開個TC連防 擋一下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對破崩來說 是80分有了 那我們來看印度斯坦喔 印度斯坦這邊地圖 就顯得比較偏爛一點喔 果子在前方 金礦也在偏外處 這個只有冥強幾個喔 原因是因為他有三片墓區喔 而且都蠻厚的 這邊是比較長 比較薄一點 但這邊是蠻厚 後面的部分喔 前面也是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地圖 大概只有60分 稍微即可的感覺 好 那大莊園來了 破崩的大莊園 還有一個特性喔 就是蓋下去之後 還會增加五人口的房子 所以有時候你缺房子的時候 可以先提前蓋這個破崩的大莊園 你可以先預先下好 然後待會在旁邊直接撒農鐵 立即獲得肉量 會讓你的經濟非常的好 好 我們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破崩的一個比較特別的打法 就是一般的文明都會先點一級木喔 那破崩打法是可以考慮先點一級農或二級農的 不一定一定要先點一級木 因為你農田先生好之後 立即採收食物的這個效果 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破崩算是一個特例的文明 如果對這個馬國有興趣的玩家 或是想打一些特別的馬國 我覺得玩破崩是蠻適合的 這個 凍莊騎士很便宜之外 還有這個大肉碼可以用 而且農田獲取肉量其實非常多的 所以玩馬國的玩家 最需要的就是肉類了 破崩也是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好 這邊一個交換之後 弓兵全死完 那毛病剩一隻回家 這邊是由米格魯印度斯坦拿下的一點優勢了 那這位破崩玩家 應該是VV吧 那個龍老師 好像台灣人現在都叫肥龍 那以前我在斯蒂莉歐市有遇到他 那遇到了他三場 比賽 那我只贏了一場 說他兩場 他真的很強 那時候我斯蒂莉歐市代也不怎麼樣 就只有打到前三百名是溫溫拿下來 只有短暫的上了兩百名之後 那我就放棄這款遊戲了 我是希望有斯蒂莉歐市 可以把這個火焰長矛這種單位 就是做的平衡奇外的一些單位 趕快改掉 然後工程器的血量下去 然後讓騎士更好拆一點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覺得騎士的攻擊動畫 實在是有點奇怪 拿火把去丟房子跟工程器 這個畫面 雖然是比較合理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我是在玩遊戲 我不是要來真的看寫實的 拆房子或是拆工程器是怎麼拆的 看起來那個動畫就很卡 攻擊操作起來就很不舒服 好像是夜國4喔 真的是在玩遊戲喔 那個動畫的動作就很直觀 這是我個人的小小抱怨 但我並沒有覺得 CD國4是一個不好的遊戲 我反而覺得CD國4是蠻有潛力的 可能再過幾年喔 再讓它平衡性再更好一點 可能是有機會喔 像CD國2可以永續發展的一個遊戲 那也要看未來的玩家會不會買單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交換互打 三隻工兵直接送完 這邊怎麼走 走的有點快 沒打完 等一下城堡實彈 突然發現沒打完 回頭再打一下 米格勒表示我剛剛想要送完自己的兵了 結果對方走掉傻眼 這邊秀操作可能會秀完喔 因為VV這邊沒有在控兵 繼續秀喔 對方毛病完全打不到 哇 這邊4打3 慢慢變成要打輸了 哇那隻殘血一直打不到 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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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肉馬好不好 下一個馬就 哇下雙車電場 哇靠這個龍老師跟我有點像 我也很喜歡破爛玩工兵喔 他也是要打工兵路線 因為大家對破爛的印象就是要出馬 但是我玩破爛的習慣是出工兵 而不是出馬就單位 對 出奴兵之後有一定的宰之力喔 對手也會害怕 如果對方是直接出什麼駱駝啊 或騎士喔 其實破爛一開始是不太好打的 你一定要挖到地洞城堡喔 把這個貴族特權點一下之後 自己的騎士真的才會有優勢喔 不然前期只有肉量的優勢 也不會讓你獲得非常大的一個進展喔 甚至一個滾雪球的一個狀態喔 是有點困難的 那我覺得他這個房子蓋在這裡有點尷尬 這個房子應該是要低調 然後再去蓋這個大中原喔 不然這個大中原安全的一個農田位走 是比較少的 這個房子不太好 待會應該還是會低調去蓋這個大中原 好 米格魯印度斯坦上到了城堡3 馬上去按下了羅賓的3級 TC也補下了 這邊有可能要直接考慮3TC嗎 還是要補一下二級木呢 我覺得印度斯坦可以直接下到3TC會比較好 因為他本身村民有這個費用的減免 所以村民可以一次大爆生喔 一直生一直爽 所以3TC趕快補下喔 對他來說比較重要 這個農田科技阿 或是伐木技術阿 有機會再點喔 像這樣子 3TC趕快補 然後把這個農田肉量拉起來 TC就會瘋瘋產村民 然後工兵再繼續燒囉 欸這邊燒到兩村很賺 第三村有機會嗎 沒有 沒有 這邊看一下阿 好 到底打一下 好 直接射掉了奴兵 好 工兵這邊走位走得非常漂亮 就算還是倒地了 破爛的工兵直接走到了印度斯坦的家裡 這邊讓對方收穿就已經很賺了 有讓他這樣移動來移動去喔 就已經有賺到點經濟了 好 但這個地圖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沒有到非常好 你看這邊地方要下TC 下這個位置 那前方這塊木區 都只是到這裡 金鳳樹也是在外圍 這邊還是可以繞過去的 好 但這邊工兵回來救一下 這邊可以高地 考慮反打一下會比較好 好 那破爛這邊很標準喔 點下二級龍 沒有 先點下二級木 當然他也知道破爛的一個細節玩法 好 這邊射一下 離陣 拉近距離 開射 兩邊都需要操作 放這邊操作來看龍老師好像有點場 米格魯 被牌殺了一隻弓兵而已 這邊又回到了高地 兩邊這個極限操作秀得很漂亮啊 兩邊都打得很厲害 你看 都射了這麼多箭矢 只死了一隻 兩隻 開始我在變手囉 要繼續拉近嗎 這邊想要上高地 OK 你敢上高地我就跟你對射 他只要一上高地就是他輸了 他上去的那個時間點 還是會變高打低 結果這邊直接變逆轉 剩下一隻 換掉了 可以了 好 很順利的 3TC開一下 當然這邊也是喔 3TC直接開龍 之後開來 喔 開偏外面喔 若瑟會貼這個位置 喔 那我們再殺招數一下 二級伐木點一下 點一下頭實測 攻兵繼續出 當然我一開始學的波蘭打法算是正確的 就是沒有很堅持一直要打落嘛 因為我發現最近很多高手 開始玩波蘭的時候也是 不出公兵 喔 不出騎士的 直接打公兵路線 他們可能已經視到了 波蘭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有三級射 所以玩公兵路線到地獄時代也沒什麼問題 中期真的需要買的時候再轉出貴獨特選 或是這個金冠 都蠻適合的 好 那這個是有點體外化 這是我自己發現的一個小細節 接下來印度斯坦這邊可以選擇喔 出古拉姆 古拉姆的話需要城堡 所以這邊有自己 開始大爆 大爆挖這個石頭 待會這個城堡應該是會蓋這個位置 不然這邊其實有點難打 不然再來更狠一點喔 查這個位置 直接查這個城堡 但這個城堡查這個位置 還是沒辦法防到後方的經濟 有可能喔 可以考慮查這個位置 但這個地方好像有點難查 這邊要開始思考城堡位置要放哪比較好 忽然在中間的位置下了一個修道院 偏前線的 這邊想用騎士去解 本來想用頭車閘 但是怕對方換掉 這邊直接收村 開始再出騎士了 0鎧甲點下 OK 頭石車可能會爆開 工兵直接後面包夾嗎 修個操作一下 死了一隻奴兵而已 這邊砸掉 這邊砸掉 城堡直接原地開蓋 連高低都不管了 這個位置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們看這個射程範圍 可以守到 波蘭這邊正面進攻的門面 位置並不賴 來 並不差啦 並不來什麼 頭車砸一下 沒中 後方頭車有再繼續出嗎 有 拼帳趕快補下 城堡有蓋了嗎 城堡還沒有蓋 貴族特權趕快補下去 這個騎士出了會比較 要輕鬆一點 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或是這裡 這兩個地方 二選一 上高地 結果被砸掉 因為後面有 弩兵的箭矢 補足了這個 低打高的傷害 順利的收掉了高地的頭石車 這邊有頭子車在的關係 所以這個城堡蓋的有點難受 這邊看到村民想要出來扁頭車 弓兵趕快上去 現在防守三隻騎士 將來到後面鑽屑 這裡是沒有洞的 這邊直接放棄蓋城堡 直接把城堡拉到後面 手這麼大中原 連TC都直接棄手 這邊頭石車可能不能斷喔 不要一直瘋狂按頭車了 對面這個打法 只要用頭車打比較好打一點 其他東西打起來 一定要數量 要數量的話 就要趕快點下貴族特權 好這邊順利的截掉 這個可以拉個一村 先去修一下頭石車 城堡終於蓋好了 但是貴族特權的科技有點貴 這邊要先點下嗎 還是要先升帝王 喔還是先點了 貴族特權先點了 OK那印度斯坦這邊經濟是可以上到帝王時代了 那我覺得波蘭有一個弱點 就是你去點貴族特權的時候 很有可能對方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所以我覺得波蘭很多人玩不好的原因喔 就是因為為了太執著點這個貴族特權這個科技 其實也可以考慮先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再去補一下貴族特權 直接打一個城堡初期的一個 變身時機點 這邊直接被高打低換掉 高處打低處就是這麼痛 低處打高地還會活下來 結果還是在這邊蓋了一棟城堡 最後還是拿了 可能是這個 剛剛有個聖物在這裡喔 所以他沒辦法蓋城堡下去 這邊找一下 找到 好但是如果打騎士的話 駱駝對面駱駝很強喔 印度斯坦的駱駝有25%的攻速加成 OK 倒地 好過手出來後面騎士喔 加信息畢竟順利解掉了 好看著在爆馬 印度斯坦這邊已經看到了 趕快剩下這個馬鎧甲 打馬弓 Excuse me 印度斯坦打馬弓 其實是可以打但是 對面都已經馬爆了 你就打駱駝 輕鬆康可不是很好嗎 這什麼意思 What do you mean 怪怪的 這真的是怪怪的 後來這邊騎士送一波 這邊趕快圍一下 不圍 不圍的話這邊村民要趕快跑了 再拿一坨直接到後方 想要來直接痛擊這些村民 但直接跑了城堡回去 OK這邊應對非常好 下面這邊直接蓋動城堡 要來直接插爆這根堡 這個TC啦 控一下金礦 這邊的話更多騎士走過來 但這邊有雙堡 被射到還是有點痛 對方有彈道學 萬騎士6者也不用這樣子吧 你的食物也是要60內 算了反正破案冷的肉就是多 好這波送下去 波蘭營救在城堡時代 好這邊可以考慮一點帝王 稍微停一下兵 好帝王時代馬上補下 被潛漏了 好這根城堡插得很有價值喔 直接鎖到這一區的建築物的東西 連TC都能拆掉 還打開了一個門面出來 這就關我們剛剛說 這個墓區太薄了 很容易就直接挖穿了 好巨型頭司機補下 直接開拆 這邊他不敢太前面的原因喔 是單純的 自己沒有兵喔 可以防守 現在對方的貴獨特權騎士喔 可以大量生產 很容易就直接拆到巨型頭司機了 這邊盡量不要太 走太外面喔 但這邊現在 貴獨特權騎士直接壓上來 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至少讓對方覺得喔 可能後面有兵在守 他梳子後面一隻兵都沒有 最後一隻生女而已 就管你還是拉兵了 不管啦不管你後面有沒有兵 我就是要來上了 開拷 好爛 後面一隻兵都沒有 不然表示鑽爛了 因為他的兵都在這裡 看他才有意識到 這邊直接分兩堆 這邊倒是可以抓到這一坨兵其實很賺喔 好這邊想要繼續續起來入 馬弓的部分 馬弓數量還不是夠多 重裝馬弓也沒辦法補 因為需要的問題有點多 但米格魯這邊村民宿 還算可以喔 並沒有很差 但是以印度斯坦來說 他可以再多開一些提醒喔 PC數量可以再比現在更多一點 好或許他也覺得村民可能差不多就不喜歡開了 不然其實印度斯坦喔 TC可以再比其他文明再多開一個 等下爆經濟會更有優勢一點 玩印度斯坦吃喔 不然現在只有3TC 其實沒辦法很好發揮自己的 聰明的肉類減免的效果 沒辦法 比其他文明更快的拼出更好的經濟來 好 那你到帝王十奈 破爛點一下重裝騎士 3攻 增兵技術 印度斯坦的化學 也快要已經研發好了 待會重裝騎士 重裝馬弓壹好 可能就有機會可以反打 但在那之前喔 印度斯坦可能還是要先 靠駱駝 狗一下比較好 因為破爛這邊騎士爆 數量會非常誇張 你可能連駱駝都有點打不贏喔 如果你沒有去生駱駝的科技的話 還是有能被反殺的 這邊看一下兩隻招戰 這邊招戰看起來騎士獲得了蠻大的勝利喔 馬弓基本上是全部被打倒了 只剩下兩隻跑了回去 後方這一坨 弓兵直接繞到後方 射殺了幾隻村民 但是這邊清騎兵很快出來拯救了 這邊清騎兵難道是要直接點金罐了嗎 早期金罐先補一下 欸有料耶 哇 龍老師 挺猛的 這觀念很好 因為他知道不能一直 靠這個貴族特權騎士一直打 雖然造價很便宜喔 但是 還是要去點金罐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邊有點意圖式的 再去點 粉這個黃金喔 要去點金罐 黃金的話我記得好像是要600黃金吧 然後再加上蠻多的肉 就可以去點下金罐科技 然後再加上這個大洛馬升級 大洛馬也要黃金 哇這邊黃金其實可以做蠻多事情 有點忘記金罐多少錢 太久沒有玩波蘭了 最近在研究新文明的一些細節上的東西 就沒有去玩到波蘭這個文明 好這邊砍個一波 好這邊砍個一波 說明倒光光 但印度斯坦終究還是一直被壓制喔 並沒有太多的 兵力可以防守住 這些重裝騎士 好這邊想要直接硬上了嗎 OK點下大洛馬 波蘭一騎兵 我們覺得印度斯坦有點太硬要啦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想要直接上重裝落鎖 然後如果對方真的打這個 奧布奇戰錘兵 打這個戰錘兵的話直接轉火槍也不錯啦 最近印度有這個金罐印度火槍 可以增加火槍變成二射程 所以打駱駝加火槍 對印度斯坦來說應該是首選的 一個打法才對喔 這邊打馬功我覺得有點不太諒解 因為這個馬功投資的成本太多了 什麼 重裝駱駝啊 三級射三級房啊 還有品種那些喔 雖然品種這個駱駝也會吃的到 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去花費那麼多資源 在這個馬功上 單純一點就直接升到蒂洛 蒂洛配火槍其實也不差 打騎士火槍也很好用 然後打對方步兵也OK 那對方一定會被迫轉出戰錘兵跟強弩 那自己的駱駝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那再轉出古拉姆或頭子車火炮之類的 還是很大的優勢 雖然破爛也有火炮 但總比現在這樣馬功跟對方互打 好一點 但我覺得米格魯這邊是可能想要打一個機動性的部隊喔 因為破爛本身喔 這個大洛馬將這個重裝騎士喔 機動性實在太好了 他可能覺得 出火槍 偏於被動喔 所以才沒有出火槍 這個只是我個人觀念喔 並不是說 米格魯這樣打一定是不好的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的話 這樣投資成本太高 我會覺得會很難受 很難受點是因為你的兵很容易輸對方 科技也很難攀上去 經濟很容易就拼輸了 甚至軍力上也是 這個城堡應該快要掉了 三台巨頭 應該可以輕鬆拆掉 塞一發 倒掉 nice 這邊砸了一波 全部倒光 踩到正面 正面這邊看起來巨頭司機 也可以順利的拆掉 大洛馬上前貼一下 大洛馬 很痛很痛 大洛馬還沒有點下金罐的樣子 所以沒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感覺 這裡就要有個鬥 直接防一下 擋下擋下 這個洞被弄到 鬧到這個後方的大莊園 很傷喔 但破了大莊園 一定是 要去手下的重要目標 大洛馬到處都有 那還可以喔 目前印度斯坦這邊 並沒有拿日夜馬弓 到後方瘋狂騷擾 反正是很努力把這個馬弓 當前線再打 要不要 要不要 那你為什麼不出駱鎖 出新騎兵 我怎麼覺得米格魯這場打的怪怪的啊 那波蘭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點金冠了 好像有欸 我剛剛看好像這個波蘭伊騎兵怎麼打起來好像有點痛 是我的錯覺啊 我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有點 啊 果然有點 烈克提克啦 不是烈克提斯 哇 這張奇怪 剛剛打那皮馬功好像有點痛 好 那波蘭人這邊很順利的使用自己的重裝騎士配上大肉馬 只用這兩個單位打爆印度斯坦 啊 好像哪裡怪怪的啊 是米格魯這邊放學嗎 但不可能啊 他打的是比賽 這個重要賽事 還不是一般天梯耶 那也是回到剛剛我們講的啦 因為他出馬功可能就是想要到後方燒了 他覺得一直打正面絕對打不贏啊 一定要有點機動性的部隊喔 去後面燒了 但這邊正面就快打不贏啊 那還要到後方燒喔 確實是有點困難喔 那波蘭這邊打的比較好的地方是喔 這個大中原一直有在灑 但肉還不是到非常多喔 至少到五十幾片田喔 六十幾片田會更好一點 但至少防守來說 也算是蓋的比較保守一點喔 並沒有太激進 只有激進的這根寶 有換到這個野精喔 就很賺了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後期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駱駝加火槍變的打法 會更適合對付波蘭這個文明喔 利用馬功這個單位喔 雖然也是可以很機動性的到後方騷擾 但是正面喔 就會變得有點打不太贏喔 因為對方波蘭的騎士喔 是可以很免費的 不是很免費喔 很低價成本喔 去跟你打正面的 所以我覺得米格魯這一場作戰策略 有點放下走私了喔 所以才有點失利喔 打出這場比賽喔 好 那我們來看經濟喔 經濟的話應該是波蘭這邊贏蠻多的 直接贏了一萬二 快一萬三阿 哇 木頭也贏了 木頭輸大概五千喔 但黃金贏了四千 石頭輸大概移動城堡 那看起來波蘭的肉量還是蠻誇張的 8%跟10%喔 差不了多少 依舊噁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